骨转移是MCRPC最常见的情况 但抽取骨转移组织去化验 技术上是一定的困难 另外检验患者原发前线肿瘤组织 也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因为该样本可能因为储存时间太久 以至过时甚至乎受到破坏 有可能无法检测到 贴近最新病情而出现的基因特变 而透过液体活检作次世代基因定罪 就可以协助寻找MCRPC患者 是否出现适合标靶治疗的基因特变 比如Barker 1、Barker 2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检查患者 是否适合使用免疫疗法 我们只需要抽取患者的血液 就能够分析超过300个基因 而根据患者的基因分析结果 医生就可以为病人制定更个人化的治疗策略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请你向你的主陈医生去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给大家见证明